你只要去問我們的技術幹部們 主要呢 反而呢 鴻海呢 是做ODM技術 他的技術他只是沒有發揮在品牌上面 像iPhone等等 所有的PC等等 甚至Display 都是我們台灣呢 去協助指導的 何況呢 在精靈方面的指導更多 我們Display呢 在下方 幾乎沒什麼行 那我們呢 就是呢 用鴻海的系統 我們現在在導入Fokey Wars 即時可以看到所有的生產 時機 品質狀況 甚至我們現在呢 不只只有取數據 而是呢 用影像來取 這樣呢 可以來解除這個對品質的一個大家的真理 我相信呢 您只要請問我們龜山廠的 Display的同仁 都知道 或者呢 你跟廣島 我們手機設計的團隊 是鴻海設計的比較多 幫忙比較多 指導比較多 還是 我們下部一年只有做四五百萬台的這個手機的能力 我想這個很清楚 所以呢 不但技術的幫助不斷 其實金銀管理的導入呢 是下部最大的收穫 我講過吧 欸 四年來都虧本 2015年還虧了兩千六百億 還留了一堆這個貨有負債給我 何德何能三個月就賺錢 這管理系統有問題 我們就導入鴻海的管理系統 我想我還沒去接任一下 以前在台灣就 大家對我的這個了解就是 我說過話我就會努力去做得到 當時呢 我要去接受下層社長的時候 所有媒體各方呢 都批評說我不私人 所以呢 我當時呢 在8月21號就提出我 社長金銀的基本方針 這是我在8月到8月20號左右行的 這一個基本方針到現在呢 還是在我們下部主要的金銀方針 那當時呢 我就提出來兩個 一個呢 是我馬上要賺錢 回到東正一步 一個呢 我要找下一任的社長 那主要我回到東正一步 那我就離開社長這個位置交給日本 結果呢 我當時呢 是想說 既然日本大家這麼反對 那我就做這個承諾 結果最近呢 包括股東 包括各方面 都希望我留下 但是我已經講出去的話 中國人講的就是 一言即出 四馬難追 但是呢 我在5月26號要發表了三年的這個 中期的這個金銀發展 既然我發表了 我就必須負責任 所以後來我在這個前幾個 就是在上個禮拜吧 的這個Analyst的行會裡面 我就跟他說明說 我看起來我姐姐的方法只有 我一樣會指社長 但是呢 我轉任會長來輔導新的社長 這樣方法來解決問題 我覺得如果明年再繼續當社長 就大家又講話 大概是這樣 感謝這個日本下埔的股東 去年花了三個小時半的時間 今年一個小時 而且呢 很多都堅持我一些鼓勵 都花比較多 那這是我的責任 我一定在這個明年的這個時候呢 來回饋 讓股東不失望 我希望明年還能夠得到一些鼓勵的話 我希望明年還能夠得到一些鼓勵的話 那今天大毛那裡的股東 是怎麼回事 因為我們是希望說 7月1號台灣下埔要成立 所以呢 我們去年對股東也有一些 這個特優活動 然後我們希望股東成為我們下埔的一個 會 那我這次在日本也一樣 我是6月20號的股東大會開始 到我就任的那一天 8月21號 我董事會通過是8月13號 那因為呢 這個整個日本是 這個屬休 就休息 所以有8月21號上升 所以呢 我就6月20號到8月21號 兩個月時間呢 給日本的股東有一些特優的活動 那這邊呢 一樣 今年第二年 我們大家都可以看到 甚至有些是 六折五的一個活動 給員工 還不知道 給股東 我們覺得股東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今天我們總裁講的 我們長期都沒有改變 一直都是呢 長期 穩定 發展 科技 國際的公司 這個口號我們已經講了二三十年 我們一直沒有改變 所以呢 我們要穩定的回饋給股東 包括下 我現在在組織下 我當然是要穩定的 回饋給我下 股東 所以我也宣佈了 我希望呢 現在正在趕進度 就是 譬如我在股東會講的 6月29到34號左右呢 能夠正式提出東正一步的申請 這個主要呢 是回歸自治 還有呢 回歸股東 你股東如果在二部的話 你受到的一些限制會比較大 而且就是一個自由貿易市場 所以我希望呢 這個目的呢 能夠作達